台湾近来掀起迷途运动 演艺圈多位知名艺人陆续被爆出性骚争议 如今也有许多公众人物现身曝光自身经历 黑人陈建州近日遭女星大牙 郭圆圆踢报指控性骚扰 值得注意的是Apple日前因跟大牙在脸书上发生争执 引发外界不少关注 为此,他昨三日也发出长文声称 自己也曾是性骚扰的受害者 并还原事件始末 Apple在脸书写出五点澄清 其中他还原过去曾遭性骚扰的事件真相 指出当时自己年仅15岁 参加杂志举办的读者模特征选活动 在试镜过程中 加害者要求他脱掉全身衣物 理由是要检查皮肤状况有无疤痕 甚至当面评论我的身体 这起事件发生于我进入演艺圈之前 当时的我真的以为试镜都是这样 随后Apple表示新闻爆出后 他第一时间选择没有把加害者的名字说出来 原因是当时已经有其他受害者先一步站出来 且加害者在新闻爆出来当时 身心状况看起来极不稳定 而我也觉得他好像已经受到舆论的惩罚 所以我当下选择不说了 继续把这个秘密深埋在心中自我消化 他也提到不想要改启事件让对方无辜的家人承受更多伤害 至今我的初衷仍未改变 请外界不要再将我的事件与其他无关的加害者不时连结 另外Apple还表示 是自2005年加入我爱黑色会到2017年合约起满离开 在共事期间黑哥身为前辈 确实很照顾后辈的我 但绝无余据 没有任何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对于和大牙于6月14日至6月15日在脸书交战 Apple则说起因是他用LINE私讯询问大牙某一起演绎圈N2事件 本一是想声援受害女性 留言也写出了我们大概都知道彼此有些过往的伤痛 没想到却演变成这样的局面 Apple也呼吁不要再把两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 我与大牙在个人FB上的争执跟大牙于陈先生的N2事件毫不相干 最后他也强调自己从未同意配合演艺圈的任何潜规则 请网友切勿在抹黑造谣 你们影射抹黑的是一个女生的清白 我必须要站出来捍卫自己 希望N2事件带来的改变 能让未来的性贫教育更加落实 无论男女都能有足够的勇气及识别能力 一起根绝这些潜藏在社会中的恶意及骚扰